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在一段感情中 很多时候忽冷忽热的感觉中 会让人觉得不安 有些人的忽冷忽热 可能代表着他们没有那么爱你 你对他们来说 并不是那个最为重要的存在 所以才不会考虑你的感受 还有些人的忽冷忽热 可就不如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有时候他们之所以保持着和你的距离 是因为自己反而是那个内心没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想要以此来引起你的注意力 或者说是想要以此来让你更重视他们一点 多爱他们一些 而金牛座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类人 他们的性格本身就比较沉默 比较内向 在跟人相处的时候 不属于主动的一类人 反而会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努力将自己边缘化 待在属于自己的世界中不想被人打扰 也不想踏进别人的世界 而在面对感情的时候 金牛座一向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人 即便是察觉到自己动心了 即便是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他们也会选择把这份心动藏在心里 而非表现出来 因为这个时候 金牛座对这样的一份感情没有足够的把握 所以他们害怕说出来之后被人拒绝 害怕你自己断掉了两个人之间所有的可能性 与其去主动 他们更愿意选择沉默 至少还能够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留有一丝余地 那么在感情中 金牛座忽冷忽热的原因何在呢 一 自己没有安全感 金牛座之所以忽冷忽热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爱你 而是在这个时候 他们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你心中最爱的那个人 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你的唯一 所以这样一种不确定 会给他们带来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在这段感情中是提心吊胆的 因此这个时候 他们会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 好让你能够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二 可能觉得你需要个人空间 在一开始恋爱的时候 金牛座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怎样与恋人相处 所以在这么一个过程中 他们其实也一直在摸索 一直在学习 而如果他们对你是一种忽冷忽热的态度的话 这个时候 大概是他们觉得你是一个需要个人空间和个人时间的人 自己也不太好过分地打扰你 保持一定距离应该是你所需要的 其实这么来看 他们也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三 没有在这段感情中看到未来 金牛座对待感情这件事 其实骨子里有着一些比较传统的思想 玩玩而已这样的态度 从来不是他们面对感情是会有的 因为这两个人开始一段感情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始计划未来 但如果他们在面对你的时候 态度忽冷忽热的话 那这个时候可能说明在这样一段感情中 在你身上他们并没有看见两个人的未来 所以也就不敢地大步向前走了 害怕最后自己是那个受伤害的人 这个星座的人自我保护意识还是很强的 所以跟这个星座恋爱的时候 你也要懂得考虑他们的感受才行 他们不计较付出 不计较得失 但你也得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真心 给他们足够的安全感 这段感情才能够延续得更长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